各位朋友大家好 前两天习近平在疫情的高峰时刻 顶峰召开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释放出试图要回归邓小平路线 也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 习近平上台以后就放弃了邓小平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 大搞政治运动 然而习近平的这些政治运动搞的结果 就是让中国经济越来越走下坡路 现在已经是到了一个万般萧条的时刻 到了现在这个时刻 习近平才想起来要抓经济了 想要回归邓小平的路线了 但问题是现在一切为时已晚 习近平已经错过了挽救经济的时机 现在再来抓经济等于是临时抱破脚 没用了 习近平和毛泽东其实两个人是一样的 他们对经济从来没兴趣 也从来没有重视过经济 毛泽东的名言是与天斗其乐无穷 与地斗其乐无穷 与人斗其乐无穷 搞斗争就是毛泽东的兴趣所在 发展经济这种事过于平淡 毛泽东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习近平也是不停的强调要斗争 习近平的十九大报告通篇强调四个伟大 伟大斗争 伟大功臣 伟大实业 伟大梦想 伟大斗争是第一位 而且他还要强调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 习近平要斗争 当然就要有斗争的对象 那么习近平他要跟谁斗呢 可以说习近平发起了三场斗争 有三个不同的斗争对象 第一场斗争是党内斗争 这个斗争的对象当然就是他的党内同志 第二场斗争是党外斗争 斗争的对象是私营企业家 第三场斗争就是国际斗争 斗争的对象就是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 特别是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 目前习近平的这三场斗争 他的结果是一胜一负一平局 习近平取得胜利的那场斗争 就是党内斗争 他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习近平用反腐败的大旗 斗倒了一大区他的党内同志 特别是胡锦涛为首的团派也彻底赶出了党中央 成功地实现了他的总书记连任 恢复了终身制 习近平遭到失败的斗争 就是国际斗争是完全失败的 习近平上台之后 推翻了邓小平和西方国家友好相处的 所谓韬光养晦外交 开始和西方国家搞斗争 就是所谓的战狼外交 然而习近平发起了和境外敌对势力 和西方民主国家的斗争 就是这个战狼外交 却彻底完全失败了 最近不仅是美国和欧盟 连一贯对北京非常低调的日本 也突然变脸对北京强硬起来了 而且这次日本的强硬 它不仅是口头上态度上放狠话量的强硬 而且是真刀真枪真枪白银的强硬 现在日本政府公开宣布 北京是日本最大的安全挑战 并且将要大幅度的提高军费开支 这是日本政府在二战之后 和平主义的背景之下 第一次和和平主义背道而驰的最大转变 日本将把国防开支 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 从现在的1%提高到2% 也就等于说国防军费增加了一倍 这样一来的就是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的全球第三大军费支出大国 跟美国和欧洲不同 美国和欧洲提高军费 它并不是完全针对中国的 然而日本就是中国的灵国嘛 所以日本要增加军费增加武器军队 那完全就是针对中国的 所以日本如此大规模的扩军备战 就给北京带来极大的压力 北京也就不得不跟着日本进行某种程度的军备竞赛 这就会让现在北京已经很紧张的经济啊 带来更大的压力 同时啊 日本是最积极参与台湾问题的西方国家 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过 台湾有势就是日本有势 日本大规模的扩充军备之后 必然这个扩充军备的势力会进入到台湾 就会给北京武统台湾啊 出现更大的困难 出现更多的敌人 美国就称赞日本大幅度提高军费 扩军备战 因为日本提高军备能力 等于就是帮美国来压制北京 就可以减轻美国单独对抗北京的压力 所以将来美日联盟共同对付北京 这就会对北京内政外交啊 都造成极大的外部压力 习近平的战狼外交 就促成了日本大幅度的增加军费 扩军备战 促成了美日共同对抗北京的同盟 这就是习近平战狼外交的最大失败之处 习近平的党内斗争的胜利 国际斗争的失败 那还有一场针对国内私营企业家的斗争呢 可以说目前双方打成一个平手 前一段时间呢 习近平发起的跟党外私营企业家的斗争 发起这个共同富裕运动 还有针对私营企业的强监管的运动 这场斗争刚开始啊 习近平是完全大胜 中国最著名的私营企业家马云 为了躲避习近平的共同富裕和强监管 他宣布辞去阿里巴巴等公司的领导职务 退出商界到日本去过隐居生活 据外媒报道 马云在日本已经隐居生活了半年以上 像马云这样的著名成功企业家 正在壮年干事业的黄金时间 他却急流勇退去隐居了 这就是习近平打击私营企业家斗争的结果 从表面上看 习近平打跑了马云 好像是赢得了针对私营企业家的斗争胜利 但实际上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私营企业为中国解决了80%以上的就业问题 习近平虽然大搞国有企业做大做强 但是国有企业效率很低 虽然投资很大 但是解决的就业人数却很少 也就是说北京依靠国有企业 没有办法解决就业问题 这样一来 他们在就业问题上 就还不得不仰赖那些私营企业 这次新冠疫情当中 私营企业受打击是最大的 那么私营企业受打击的直接影响 就是就业问题一下子突出了 就业问题对于北京政权来说 当然就是一个维稳的根本问题 如果中国出现大量失业人口 国家也不可能稳定 然而现在北京解决就业问题 它还要仰赖于私营企业 那么前一段时间 习近平扩大北京自己的国有企业 他根本没有办法去解决就业问题 据北京自己公布的数据 16岁到24岁的城镇青年失业率 高达19.9%创了历史新高 在这样的情况下 习近平也不得不在这个对私营企业的斗争中 主动撤退 现在呢 北京又开始对私营企业家陪笑脸了 声称就是要平等对待私营企业 现在北京的宣传调子也完全变了 前一段时间呢 大喊什么共同富裕啊 要对私营企业强监管啊 现在反过来又要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 要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家的权益 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也就是说习近平被形势所迫 不得不从这一场对私营企业家的斗争中 要撤退下来 那么所以目前习近平发起的这一场 针对私营企业家的斗争 暂时啊 双方打成一个平手 所以我们看 现在习近平发起的三场斗争啊 是一胜一负一平局 习近平在党内斗争中是完全取胜 在国际斗争中完全失败 在党外斗争中和私营企业家的斗争 目前打成一个平手 那么接下去情况会怎么样呢 党内斗争虽然是一个最高级别的斗争 但是这个党内斗争啊 是建立在国际斗争和党外斗争的基础之上 因为中共它是一个政治组织啊 它是不能自己养活自己的 中共必须依靠国内的企业和国外的贸易 来支撑它的这个党 如果中国国内企业垮了 国外的贸易凉了 那么中共这个政党本身都摇摇欲坠 习近平再取得更大的党内斗争胜利 那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习近平看上去在党内斗争中 完全胜利实现了终身连任 可以说风光无限 但他呢却毁掉了中共这个政党的根基 等于是自己挖了自己的墙角嘛 所以习近平的结局很可能就是和毛泽东当年是一样的 毛泽东也是在党内斗争中取得完全的胜利 他也毁掉了中共这个政党的根基 如果没有邓小平搞改革开放 如果北京一直沿着毛泽东的道路走下去的话 中共恐怕早就亡党亡国了嘛 所以呢习近平学毛泽东大搞斗争 斗来斗去呀 现在才发现好像情况不对 形势不妙 现在习近平想要再回到邓小平路线 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上 但是呢现在已经是为时已晚来不及了 好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